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说你这不是黑蒋介石啊 你这个是绿蒋介石啊 这个谁去参加开罗会议作为中国的代表 当时是蒋介石啊 当然这个导演也是一肚子委屈 他说我没说是毛泽东参加了开罗会议 但我这电影里有毛泽东 当然他也说这玩意儿 然后又想起什么呢 天津爆炸事故 这个蘑菇云 这个蘑菇云 过去咱们一想蘑菇云就是原子弹 却原来这个很多大的爆炸都会引起蘑菇云 我看到一篇微信的文章 还有一些讽刺 就是说上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放化学武器的 好像是日本人吧 那么二次大战 日本投降的时候 美国扔这个原子弹 叫这个小男孩嘛 轰一下 当时这个蘑菇云 我有一些啊 平常喜欢记下一些句子的这个习惯 哪怕是我看一个纪录片 我都要看到一些句子 有意思 我就会暂停 我给记下来 所以呢 今天我想把我的一些联想 和我做的一些笔记啊 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十岁的 就是是日本的小孩子啊 他后来长大之后 他申立了这个广岛的原子弹的那个爆炸 你看他怎么写 当时他见到的原子弹的这个蘑菇云这个情况 他的原话说 有阵恐怖的强风吹过 先是吹过一阵风 还有雷一般的声响 才听见声音 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东西 既丑陋又美丽 就像一道火柱 我以为有飞机撞上了太阳 你看他的当时这个描写 哎 作家都没有这样好的一个比喻 这除非是亲眼看到 你想他当时是很近呢 他就在广岛 他是很近呢 他不是很远看这个蘑菇云呢 你想他是一个光柱然后他觉得像是飞机撞上了太阳 那是多么耀眼的这种光芒 这只是二战的回忆啊 然后我不记得你看还有 我的笔记之间没有什么逻辑的联系 但是跟二战有关也算咱们纪念世界反法一字战争这个七十周年啊 你知道日本到最后有这个神风突击队 神风突击队就是最后开着飞机直接撞美国的那个航空母舰嘛 然后神风手册就是日本这个神风突击队的神风手册 你知道里边有什么样的话吗 这个很少有人听说过 里边的原有这么一样的原话 比如说看见目标后就教这个自杀式的这个飞行员啊 说看见目标后瞄准船只中心 在将死之际 请从肺腑喊出必死 在撞击前你绝对不能闭上眼睛 你将感觉自己突然飘在空中 在那一刻你将看见母亲的容颜 这是那个神风手册里就教这些自杀运动员 甚至这个里面写的就是说灵魂离开身体啊 你将看见母亲的容颜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洗脑和催眠和心理的诱导 之后你便超脱了 你看 你有没有想到有现在有些这个恐怖分子啊 这个极端宗教也是大体如此啊 你就这灵魂就超脱了 突然就飘在空中 然后有一个23岁的这个神风突击队 她是一个丈夫叫麻生 她最后写下的这个给父母写的一书是什么呀 亲爱的父母恭喜我吧 我获得无上的机会能以死殉国 祖国的命运继于南海关键一战 在那我将如樱花般凛然坠落 你看日本人的这种这种死亡 这种樱花生命非常短暂的 她有那么一种生命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个 所以我的脑子很多时候就是平行的链接 我刚才说的天津爆炸 这天津爆炸700吨氢化那氢化物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串联 我记得希特勒和他的情妇这个艾瓦布劳恩 最后自杀就是用这个氢化物 他们可能是氢化钾 几十毫克 几十毫克足以让人毙命 何况那个港口那是700吨呢 但是我又查了一下 好像希特勒呢 最后是用枪 用枪这个自杀 他的这个情妇 其实不能叫情妇 因为两人在临自杀前举行了一个婚礼 所以应该说是他的妻子 他们大概 希特勒大概是又用氢化物 服下氢化物又用枪 艾瓦布劳恩大概就是用这个氢化物 我就想到希特勒自杀之前他留下的遗言 我原来也有一点笔记 你看希特勒讲的话 我死时充满喜乐 深知我军民同胞 以成就丰功伟业 并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 你看他这种这种独裁者 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 你觉得这让我想起古代的有些这个皇帝的暴君呢 就有有著名的话叫镇集国家 我就是国家 我就是人民 你们是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 你看甚至希特勒还有这样的话 如果德在最后的时刻快崩溃了吗 如果德国人民不再有牺牲的准备和决心 不愿以自己的血捍卫生存 他们便死不足惜 你想这个人 他这个意志的这个胜利 他把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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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人的意志啊 就是凌驾在老百姓的身上啊 就说你们这个德国人民 如果你们不决死抵抗 你们如果不不舍身抵抗到底啊 你们呢死不足惜 你说这希特勒 然后他是这种你知道吗 生就是这个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嘛 就是这个优胜劣汰 优胜劣劣汰就是弱肉强食嘛 你看他说 如果你们不牺牲啊 不和不以自己的血捍卫生存 他们便死不足惜 注定被其他更强的力量消灭 果真如此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 这就是希特勒 你知道我就想起 这真有这种人 他就觉得像中国远古上古的暴君 就是夏商周夏朝的那个夏捷 那夏捷 他是就把自己比成太阳 最后你知道这老百姓恨他恨的什么 说你把你自己比成太阳啊 那就老百姓就说 十日和丧 于乳邪王 就说这太阳什么时候完蛋呢 我跟你同归于尽 就说我跟你同归于尽 我跟你不共戴天 你说这样的这个 这个暴君啊 或者这样的一种独裁者 他有时候他觉得 他个人的意志 就是全体的人民 全体的人民 你们都是在我的意志里面 都是我的意志的这个工具 那是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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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意志